欢迎来到诚心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杨子、迪丽热巴新剧都将更新物料 九十花粉丝的快乐回来了 90后的女艺人中 杨子和迪丽热巴应该是热度比较高一些 这两位女艺人一直都有作品在播出 而且二人的出镜率和讨论度也都非常高 各方面的数据也都很扛打 上半年两人也都有一部作品和大家见面 而且都是古装题材剧 杨子和诚意合作主演的 陈湘如谢和迪丽热巴和任佳伦合作主演的 恰似固人归 这两部作品的阵容也都是很顶级的 无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 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当初播出的时候效果也都非常好 最近有消息称这两位女艺人新剧都将更新物料 接下来90花的粉丝快乐也又回来了 这一段时间 各个阶段的女艺人都非常努力 而且大部分女艺人都在禁组拍戏 杨子和迪丽热巴也都有各自的带播剧 杨子和做张婉艺 谭剑刺等男艺人主演的《长相思刚杀青》 她休假了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又开始禁组 杨子的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 这两年一直都在坚持禁组拍戏 而且她对于自己的规划也比较清晰 多年以来杨子几乎每年都给大家带来了一部爆款剧 效果都非常好 但其实关于杨子的争议也比较多 因为杨子是作为童星出道的刚开始 大家或许会质疑她之前童星角色的标签 但这两年通过她的作品能够看出 她已经成功地摘掉了这些标签 随后大家也会讨论关于她的外貌 在众多的女艺人中 她不算是特别出众的 甚至之前还因为一些原因被宋丹丹老师劝退过 而如今杨子还是凭借自己的风格打破了这些界限 她如今的口碑也是凭借一部部作品堆积出来的 粉丝们对于她的支持也很坚定 迪丽热巴这两年一直都在挑战一些新的题材作品 她这一次更新物料的新剧是《公诉精英》 这是一部扫黑除恶相关题材的作品 也是这两年话题度比较高的题材剧 但对于迪丽热巴来说 这是全新的领域 粉丝们也很关注她这一次新的作品 因为如果这部戏能够成功 迪丽热巴在剧中的角色能够出圈 这也意味着她的可塑性变得更强了 接下来会有更多优质的剧本 想要与之合作 一直以来有很多网友都会将杨子和迪丽热巴作对比 因为二人属于同期的女艺人 其实在圈内任何同期的艺人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能够看出两人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很相同 而且侧重点也不太相同 网友们应该多关注她们的作品 而非是艺人本身之间的对比 也应该对女艺人有更多的包容性 任何阶段的女艺人都应该能够实现百花齐放 现如今在娱乐圈中 女性的花期本身就不长 而且到达了一定阶段之后 戏路就会变得越来越窄 所以在事业上升期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是更重要的 与此同时也要时刻考虑着接下来的发展 为以后的作品做铺垫 陈妍西带绿帽暗示婚变 网报顶流男星出轨二字女星 陈晓回应了 年底了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完成KPI 娱乐圈也一样 有狗子爆料已婚男星出轨二字女星 已婚男星是顶流 和老婆闹离婚 老婆本想生二胎 没想到男星却爱上二字女星 二字女星搞定过香港内地两个大佬 是靠喜剧出圈的女明星 吃瓜群众脑洞大开 猜测二字女星是凌允 男星可能是陈晓 也有人开玩笑说是沈腾和贾玲 这个一看就是调侃 沈腾和贾玲永远是兄妹 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关系 陈晓和凌允也有点太扯了 两人一看就不是一路人 陈晓内脸 演技不错路人缘好 几乎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称得上是实力派 凌允就不一样了 话题度很高 曾和冯绍峰宋威龙等男星传出过恋情 她是星女郎 和星爷关系也非常不错 二字女星和凌允的相似度很高 已婚顶流不太像陈晓 因为狗子爆料顶流给二字女星 争取了许多资源 这不太像陈晓能干出的事 陈晓的性格有点佛系 她自己都不喜欢应酬争取资源 更加不可能会为了别人争取资源 陈晓和刘亦非合作时 宣传的时候都非常避嫌 从不吵CP 退一步来说 这个挂也可能是炮制的 哪有什么顶流 哪有什么二字女星 如果有请晒出证据 照片或者视频 而不是含砂摄影 玩文字游戏 娱乐圈很久没有大瓜 如果真的被拍到什么大瓜 就大大方方晒出来 让瓜友们品尝一下 如果没有 就不要故弄玄虚 吊人胃口 一边放出消息 吸引眼球 一边等着收钱公关 一举两得这算盘打得贼溜 也很无聊 热度正高时 陈妍希的一个动作 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陈妍希在几天前 晒出带着绿帽子的照片 被网友们解读为暗示婚变 不过陈晓粉丝已否认识她 爆料者也回应并不是陈晓 陈晓粉丝该放心了 陈晓出道多年 确实没有什么黑料 如果硬要鸡蛋里挑骨头 她身上最大的争议点 就是陈妍希 陈晓长相帅气 一双电眼迷倒多少女粉丝 是男神般的存在 可是她的择偶观有点奇怪 放着那么多漂亮的女明星不追 偏偏喜欢陈妍希 陈妍希是个有争议的人 不仅和文章在剧组 打打闹闹毫无分寸感 还被爆出很多 令人惊掉下巴的瓜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不多说了 陈妍希嫁给陈晓 网友们认为他们有点不般配 就像学霸娶了太妹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陈晓在结婚生子后 有一段时间很颓废 眼睛里的光都消失了 再也不是当年的阳光少年 直到这两年 陈晓状态又好一点 偶尔还会和陈妍希秀恩爱 还经常被网友催生二胎 哪有夫妻不吵架的 也许他们也会吵架会冷战 但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感情回暖 言归于好 您拆一座庙 不悔一桩婚 人家两口子好着呢 大家嘴下留得 期待他们生二胎的好消息 最近的八卦瓜还蛮多的 还有人爆料什么喜剧导演外面的三有私生子 说实话我都有点视觉疲劳 凡是这种预告的瓜 要么被公关 要么是假的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